你 我是不是吃香太难堪了 没有 好久没看到你吃这么香的样子了 多吃点吧 来 你也吃点 来 喂 若蒂雅 喂 看见你吃的这么香 我心里真有一种久违的踏实感 讨厌 难道我一直没让你觉得踏实过吗 其实只要你在我身边 我心里就特别踏实 吃啊 多吃点 讨厌 你 뭐야 我回来啦 我回来啦 还没吃完吧 我给你打包了一份虾 味道做得不错 赶紧尝一尝 两个小时之前啊 他们还是活着的呢 还在说话呢 洗个手去 我可舍不得吃他们 这虾都在给我讲故事呢 我怎么能忍心吃他们 他们在给我讲 一对久别重逢的恋人 如何享用着烛光晚餐 多甜蜜的一个爱情故事啊 怎么了 身体不舒服啊 你们吃饭就吃吧 何必给我打个电话 让我听着呢 我没打电话给你啊 是不是我不小心拨出去了 你可以去照顾他 但是你没必要把你们之间 那些情义绵绵的话 把你们之间的各种细节 让我知道 我没那么伟大 好 你还是在买着呢 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能练得 你才能能整装 你才能练得 你才能给你 你来 我要扵你 你那不肯定 我做事也都不肯定 就是出于朋友的关心 我跟娜的感情早已经结束了 我也会出于就是了 你看 夕阳刚刚下去 这海面多宁静多美 要比正午的时候还要漂亮 其实人生也是一样 都有生老病死 没有人可以抗拒 所以趁着我们现在还有精力 就要珍惜生活的每一天 对了 我最近工作挺忙的 今天约你出来就是想告诉你 可能这段日子我要少来了 你是想跟我说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是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 不用说了 我都明白了 我今天特别开心 如果每一天都能像今天这样 那该多好啊 可惜我的日子不多了 雪姨 其实生命的长短不能单纯地用时间来衡量 最重要的是你对生活的体验 那怎么做才能体验得到呢 去做你认为快乐的幸福的事情 我先回去了 你上去坐一会儿吧 你上去坐一会儿吧 不了 莫莉在咖啡屋等我呢 那行 慢点啊 你上去吧 哦 再见